西马半岛的同胞 应该要联合东马的同胞 把握这次的黄金机会 改变政治格局为马来西亚带来 真正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 3 好了 上次我们就讲到 希望沙发少爷 能够跟西马半岛的朋友 联合起来 创造历史 改变政治格局 改变政治的 这一个文化 就是从极端种族文化的 这一个政治的 这一个系统 改变成一个多元种族的 inclusive的 progressive的一个政治文化 可能是有时候问我们 这样你们会不会跟武统合作 那其实我们是不要跟武统合作 我们也不想跟武统合作 因为我们也知道武统是 给我们马来西亚带来很多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 要跟武统合作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合作了吗 我们也就不用等到选举过后 那就是说我们不愿意跟他们合作 不过选举过后 最终还要看到 西马半岛的朋友 你们的票最终是给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沙巴和沙巴的票 始终有限 我们只能决定 谁做政府 可是如果跟西马半岛的朋友 联合起来 我们就能够自己组织政府 那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改变 所以最终的选择 还是要看回你们 西马半岛的朋友 决定选给谁